我現在再請黃瑞茂老師 就是他是奧爾斯的理事長 他可以幫我們再做一些補充上的說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在剛以軍大概也把整個這個地方 這麼多聯軍朋友還有在地的居民 在這個過程中的參與跟期待 那我想這個時代大概開始要有一些改變 大家常把類似這樣的工作把它對立起來 一個叫做開發一個叫做保存 那其實從整個台北的都市發展來看 其實這兩個東西不是衝突的 我想我們保存也是希望去找到一個發展的方向 因為這個城市不是只有一種價值觀 其實這在翻轉 翻轉過去我們只有把土地當作房地產 把都市發展只有一個一種價值觀 就像最近四勝五座的東區門戶計畫一樣 他所放出來就是一些大樓 那試問住在南港的人 你難道是要把你的房子給賣掉再去找一個房子嗎 還是你是因為好不容易等到有一天 這個地方環境做了一些改變 所以你希望你還是住在這裡 可是你的環境慢慢改變 可是我們看到市政府的計畫提出來 有沒有改變 除了大樓增加之外 我們的公共設施有沒有增加 抱歉沒有 我做一個都市計畫的學者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問題的 南港做了一個新的計畫 因為他的公共設施全部放在流行業中心 他的綠袋全部留在那裡 所以你的社區沒有增加綠袋 可是你延伸的交通 延伸的旁邊的居住環境的品質其實是下降 所以你投了一票是怎麼票 把你的環境給變得更不好 那你只有去想像 這些房地產把房子蓋高 你覺得南港發展了嗎 這發展的圖像是要讓你帶來好處 還是讓你變得更糟糕 那如果在這個基礎裡面我們會看到 不管從整個台北這個城市的發展來看 我們知道氣候的改變 一個數字大家想看看 以台北市最好的地方 我想這個地方重畫大概應該很好 它的排水夠了夠近 一個小時可以排79mm 各位想看看 現在哪一次的下雨沒有超過一百兩百 不會下在南港嗎 應該會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台北的一個 風口 那現在在這裡為什麼以前 像剛剛有提到有淹水 對不對 那以前很多空地 所以水下來會在地上流來流去 不會馬上跑到排水溝 大家想看看 當南港這個地方 剩下這一塊再把它蓋滿的時候 那雨下來它馬上怎麼樣 就跑到排水溝 你說它淹水不淹水 所以我想我們去做這樣的一個 濕地的揮霍 我講不是一個濕古幽情 它其實讓我們看到整個 海北這個城市的一個脆弱 從這個文化的角度來看 這個地方特別的重要 我們講南港是黑箱 當然過去因為 都市的發展它會變成一個工業區 那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幾年我們看到它的一個改變 可是它的軌跡不見 它的這個城市的軌跡不見 你說軌跡可以 這個歷史可以做為什麼樣的一個作用 所以很多人就把保存跟發展把它給對立起來 可是當我們住在這裡 我們會知道 其實人跟土地是有一些關聯性 很難講 可是我們把它換成所謂環境的教育 我們的小孩在這裡成長 在這邊長大 難道我們希望它所讀的 所經驗的全部是在一個巷弄裡面嗎 大樓跟大樓之間 還是它在這個地方有各種的空間 有歷史的深度 所以它從小就會知道 從小就會知道 人不是只有現在跟未來 它還有過去 我們要從這個過去裡面去知道 到底這個城市的發展 才有所謂願景 剛剛宜君很好 他把他這個城市的願景的想法 把它給表達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城市比較重要 不是政府來幫我們決定 而是他有沒有可能讓每個人 能夠對這個城市有一些想像的可能性 就像剛剛宜君那樣表達的方式 當這個城市沒有歷史 你讓我們下一代怎麼對這個城市有一些想像 因為他覺得城市就是機能 城市就是只是來來去去 城市就是一個好像只有每天吃飯睡覺的地方 當它安靜下來 當它把這個城市當作一個學習對象的時候 我想這個城市的價值是跑出來的 不管從生態從歷史 這個地方都非常的重要 有關南港還僅存可以去經驗的 這個所謂工業 工業台北的一個這個文化經驗 我不希望這東西未來只有放在台北城市博物館 第三我覺得更加的重要是整個 從一個生活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個特別在在地的里長 應該要來好好思考一下 那南港被重劃了 到底對居民有沒有得到更多的公共的設施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宜蘭好像很不錯 蓋這個管蓋那個管這個空間那個空間 其實這個東西都是一個都市計畫的必要 只是過去我們都怎麼樣 自力救濟 反正政府不給我們就自力救濟 那未來慢慢的 好比如說像有作秀二日這個時間出來 那有小孩的家庭如果每一次都要把小孩帶到外面去旅遊 我想是有一大筆的花圍 我們的生活空間我們的社區就有這個公園 裡面有表演有空間 有種種的事情在那邊發生 我想這個對住在南港的人都是一個怎麼樣 很重要的跟他有關的 是他的福利 他的公共設施 這個不應該把南港的公共設施 全部集中在這個 流行音樂中心 他應該把這個空間是放到 南港的每一個社區裡面 讓他有一個 讓居民有一個活動的空間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空間應該有他的公共性跟他的正當性 那當然我覺得 在剛剛宜君在講這個公園裡面 也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這個位置非常的好 在一個很大的集體共構的空間出來之後 他從這個地方轉換心情再回到自己的社區 未來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也可能辦一些市集 那你可以在裡面採購明天要煮的菜 你可以買個麵包 像剛剛已經有提到 所以他等於是怎麼樣 你回到社區前面的一個轉換的地點 反過果然你要離開這個城市 你每天也是一樣 你會經過一個對這個城市做最後的守望 然後才開始離開這個城市 到可能到世界很多的地方 所以這個地點 我想他其實 從一個人跟土地的經驗來講 他有非常多的這個涵義在這裡 從一個生活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他更重要 住在南港 我們看到這個城市在改變 這改變都有沒有什麼好處 還是說我只是想要把我的房子給賣掉 可是跟我講看看 你現在把你的房子 你還能夠買到什麼樣的房子 你就離開了南港 你就離開了南港 所以我想這樣的一個保存運動 絕對不是一個屍骨幽情 絕對不是一個屍骨幽情 而是重新讓我們再思考 我們要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剛剛那個林俊最後用了很重要 這個就是選擇 就像我們選擇的不同的市長一樣 因為我們知道選擇別人是靠不住的 只有自己必須要開始學會去選擇 到底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公園 是一個把它經營成為我們的客廳 還是說它變一些 變成一些辦公廳 並行一些住宅 那這個過程當中 在楊崇慶教授也帶著大家 跟市政府做了一些協商的工作 柯市長在過程中 也一度支持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是因為政府的官僚 他不希望改變已經形成了一些 他們認為的一個共識 可是其實這還在程序裡面 所以楊老師帶著大家 很努力的在兩個禮拜裡面提了一個提案 結果市政府為審宣判 這非常的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們期待台北市會因為這個案子 開始改變過去城市規劃的方式 開始不是從一個由上而下 而是真的是由下而上 從居民的需求出發來談所謂都市的重劃 而不是從一個房地產取得土地的方式去看 到底這個城市怎麼樣被規劃出來 所以我覺得南港的這樣一個運動 從現在才開始 因為我們更看到 都市計畫的轉變最核心的事情就在這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的土地就這樣炒作 我們還要讓這個事情 繼續在我們的世界裡面 而且這個是我們的生活空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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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